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郭伦又来了 承蒙各位不嫌弃 准是准点的听我这瞎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 您各位熟悉相声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是天津人 当然了 我祖籍是山西 山西分阳 咱那是明朝的事 我们家大部分人 往上捣个十倍 十几倍 也都是在天津 所以我是天津人 一说到天津呢 好多人就先想到 煎饼果子 天津的各种小吃 什么包子 马花 咱们这个吃货们是这么想的 听相声的呢 一想就是天津 哦 马三利先生 还有唱大鼓的各位艺术家 这是众多曲艺形势发源兴盛发展的地方 所以天津呢 也是曲艺之乡 但刨开了这个美食和曲艺这两个标签之外呢 我们得聊聊天津的另一个标签 这个天津自古以来是一个游侠极具群英会摧的武林宝地 这个标签叫什么呢 四个字 金门武林 我们从历史上看 天津的武术是怎么逐步发展的呢 天津嘛 它地处在海河水系的九河下烧 我们又是老说嘛 九河下烧天津位三道夫桥两道关 所以自古以来天津是北京的重要门户 公元1404年 大明王朝在北方设立了大同宣化 这是九边重镇的同时啊 在沿海呢 也设立了沈阳中卫 山海卫 威海卫 天津卫 这是军事卫所 根据明朝的兵制 卫啊 是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军事建制 所以当时在天津周围 共设立了天津卫 天津左卫 天津右卫 一共是三个卫 清王朝建立之后呢 才并未索 公元1652年 天津的三个卫合并起来 叫天津卫 仍然是属于军事性的建制 所以我们现在常说天津卫 其实这个卫子就是今天的军事基地的意思 这个天津城 它最早的居民是军人 主要的职责呢 是驻建成员 蓄守卫成 监督保护曹运 修建 保护粮仓 以及屯田 和军事训练 而要完成这个蓄守卫成 保护曹运的任务呢 这个天津卫的军人呢 就要进行比较的军事训练 所以天津由起初的人口聚落 而逐渐发展成为军事重镇 成为了军事武术人才的聚散地 所以这就是为后来天津这个传统武术的成熟 和民间上武风气的形成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后来随着时代发展 天津的这个运河草运的海关口岸呢 也逐渐繁荣了 一个地方一繁荣人就多了 河北山东 山西河南浙江苏州民 各地这个武力豪杰 跟这个船户商国官吏啊 哎等等就到天津来来的很多 天津有办事的 有做生意的 有交朋友的 有谋生的 有投亲戚的 反正人来人往 慢慢的聚集这么一批 以权谋生 以武会友 以武结社的武林人士 好这一下天津被热闹 全场林立 流派丛盛 各种这个兵器啊 权种啊 也逐渐的发展起来了 天津出了很多的武副名人 那么最出名的 大家最熟悉的 拍成过电视剧的呢 哎就是今天咱们要聊的 京武元祖 火源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乏对英雄侠客的描写和送扬 大家特别喜欢 这崇拜也个哑乎无瑕呀 好爽啊 这个大侠的故事都爱听 火源家呢 我们当年看过这个电视剧 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是香港拍的一个电视剧 在电视剧里的形象 民族英雄 爱国大侠 我印象很深 因为那会儿有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我还没多大呢 当时在天津嘛 还都小 播这个电视剧的时候 哪真是万人空巷 街上都没人了 都回家看电视去 我印象中有一次 我跟着我母亲回我姥姥家 晚上呢 从姥姥家出来呢 就就闹着跟我妈赶紧走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晚上有电视剧 火源家 然后就出来了 出来马路边等公交车 一上公交车那车上人都满了 然后这个司机跟卖票的说了一句话 当家应该还有这么两三站小站 司机说了 跟你们说一声啊 这趟车 这两小站不停 我们是直接的到中点站 为什么呢 司机说 我得回去看火源家去 好 这话一说 车厢里面一片轰动啊 都高兴 开心 太好了 我们都是为了回家看电视剧去的 现在回想这个事还在眼前一样 火源家在影视剧里面是民族英雄 爱国大侠 他是这个京武体育会的创始人 还有这个绝技民族权嘛 是不是 电视剧里面 吓跑了这个外国打历史 后来让那个日本医生给毒死了 有个徒弟叫陈真 后来陈真也拍电视剧 大伙一步一步接着看 这些都是电影啊 电视里面对火源家的认知和描写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火源家是什么样 他是怎么成为民族英雄呢 哎 其实咱们得好好的聊一聊 后颜甲自俊清 没有什么显赫的绅士 出生于清朝同志年间 他是天津 静海 小南河村的人 这个现在这属于是天津的西清区了 静海呢 这个地方呢 自古多严谨地 因为我听我们家的老人聊天 包括我们家的家谱上也说 明朝 胡志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家的人就搁十一个 有打这个山西分阳出来 就到静海来 因为静海这儿啊 说土地很便宜 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买一大片土地 所以说我们家的人据说先奔着静海 但后来就可能买地没成功吧 在这个流落到了天津 当然天津静海这都挨着 这都不远 这个霍家呢 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里边 当年也算是贫困一族吧 小院子 几间土皮房什么的 霍家是一个弥宗权的世家 弥宗权又叫艳青权 相传是梁山上的好汉 卢俊逸 跟这浪子艳青 一点俩鞭子 霍元甲的父亲呢 叫霍恩蒂 他是保镖卫生的 霍元甲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体弱多病 父亲呢 不让他练我 怎么呢 你这个身体这么弱 你要练我以后 有损我霍家的名声 所以说 不穿他 不让他练 但是霍元甲呢 有心胸 不让我练 我也得练 天天留心哪 处处的看 你们练我就瞧着 偷艺这叫 这个瞒不住 后来的父亲就知道了 虽然说数了他吧 有些个责罚吧 但是呢 也不再阻挠他了 乐学就跟着学吧 嗯 后人甲天资聪勇 毅力惊人 在兄弟之中呢 那出类超群 一晃呢 就霍元甲青年时期了 他得活着 为了养家糊口 离乡背井来到了天津城 谋求生路 刚来的时候 也就是凭力气吃饭呗 是吧 跟着挖河去 给人当脚夫 就挑东西 到了重庆叫棒棒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就跟普通的搬运公式一样 凭着力气吃饭 那么霍元甲 能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成长为一个民族的英雄 跟一个人是脱不开关系的 这个人呢 叫农晋孙 农先生留学日本 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回国后呢 在怀庆会馆开了一个药战 霍元甲就是遇见了农晋孙 才算是找了这么一个固定的 棋身之处 这个农晋孙呢 他留学日本 他的眼界 他的格局都很大 所以这就是那句话 叫慧眼石英雄 觉得这人行啊 就被这霍元甲留下来 你呀 在药战这儿 帮工吧 这俩人呢 平时没事一聊天 一干嘛呢 意气相投 慢慢的就成了好朋友了 他留过学嘛 农晋孙 见过世面 当时是属于是进步青年 所以经常呢 给霍元甲就讲一些个 古今中外 历史上的一些个 人人知识 反正就这种耳濡目染 哎 霍元甲呢 逐渐的就由一届莽夫 准变为有节有益的这个爱国青年 后来 有一叫陈铁生的人 陈铁生啊 给霍元甲做过翻译 他曾经记录过 他这个写过啊 说这个霍元甲长什么样 他的原文是这么说 说霍元甲 衣着朴素 形象高大 盘树顶上 就这个辫子盘好了啊 在脑子上别着 灰色土布 短衣扇裤 布靴 腰间束带 完全一个北方土老装束 身高约五尺八寸 腰围横阔 面色褶黄 雄腰虎部 手足敏捷 重约二百磅 哎 你看这么一说 咱们就很形象 一个高大威猛啊 有功夫在身的后颜甲 这一看这是按电视剧来说 他有主角的光环呢 主角嘛 在这一定得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么让霍元甲一下出名的呢 就是跟 俄国大历史的这个故事 据说在光绪二十七年 来了一个俄国人 来天津 在西园子卖艺 在报纸上登广告 说我是世界第一大历史 打遍中国无敌手 这贴出来之后 大伙看完都生气 太狂了 人哪能这么狂呢 是不是 再一个怎么你就世界第一啊 这个不像话 霍元甲也看见了 一听说这俄国人信口词谎 说中国人无能啊 真气坏了 就约着这个农进孙 还有自己的徒弟 叫刘振胜 去了 到那呢 一瞧这俄国大历史呢 在台上正吹呢 我是世界第一大历史 你们这个病夫之国 谁有能力 你们上来登台较量 那霍元甲呢 一下就生气了 一个箭步上了西台 开门见山 我就是你说的东亚病夫 我愿意跟你较量较量 有翻译 就把这霍元甲这来历 他的这个生平 都告诉俄国人了 俄国人啊 那先聊了呗 后援甲说你 不能无我中华呀 是不是 提三个条件 一 重新登广告 你要去掉世界第一 第二 你要公开承认 侮辱中国是错误的 当众赔罪谢过 否则的话 就是第三个条件 我得跟你 欲决辞凶 而且你现在就得定 这俄国大历史 一瞧又坏了 那得了 我就答应您前两个要求吧 啊 这个登报 然后道歉 灰溜溜的离开了天津 当然这个呢 是一个民间的故事 是不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现在不好考证 口口相传而已 不过在历史上的的确是有 后援甲打了一台的事 还登了报纸了 现在我们查资料最早对后援甲的文字 记载的是一九零九年 那年十二月的报 这个内容就是 火援甲啊 在上海张园 这个张园出口协会展览上啊 设这个 累财的事 报纸上呢 是这么写的 霍军 原甲 直立人 经全数 为北省之官 就是火援甲呀 是河北人 直立吗 当年叫 经全数 精通全数 为北省之官 天下分南北 在北边来说 他是最厉害的了 此次偶来互上 颇觉寄养 偶然间这次呢 到上海来玩来 就觉得能力挺大 然后觉得手挺痒痒 憋着要鄙视鄙视 久仰南方多刚强之势 顺道防友 特设台于上海静安四路 张园出品协会大会场 音乐厅内 大戏台上 比较权力 如能胜获利试者 赠以贵重之财物 护上中期人士 越来比试者 请于 二十一二十二 二三日下午 两点钟起 至五点钟止 入内挂号 可以 报纸说了啊 说这火援甲来自北方 张园 设了擂台 由于寄养 防友 招揽比武之人 他这个广告 反正是有明显的商业宣传的这个意味 所以从这广告看呢 他可能当时是一个靠武术表演为生的武师 这个张园啊 是 清朝的时候一个豪宅 孙中山的溥仪啊 都在那住过 反正几经转手吧 人富商买下来的 这简称叫张园 对老百姓呢 免费开放 这是当时挺大的一个私家原理和公共场合 他地处租借 交通便利 在清末民处的上海 一直是 各类演讲啊 赛会啊 游艺啊 运动会的这个重要场合 也有邀请大力士 这种比赛啊 什么涉类啊 这是经常的 这是一种娱乐形式的表演 满足人们当时的需要 那也就是说 火援甲当时是应邀在舞台上 擂台上 献祭的这个 武师 他跟当时上海 比如茶园游艺场 表演大力士 其实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离这民族英雄呢 这么说 他就 这个形象差的远一点 那么到底 有没有跟外国大力士 打过立台呢 历史上真实记载是什么样呢 你看咱们查过资料说 1909年12月4号 时报上 有一篇报道 是这个中西大力士 比较权力之创军 内容就是火援甲 跟美国的大力士 叫这个 OPEAN 原文就这么写的 咱们不是人家本名叫什么 年头也太多 1909年的 当时记载 按照中文说 叫OPEAN 说俩人呢 要约驾 报纸说了 又文 大力士 火援甲前日 已登台誓言 权力精勇绝伦 无感与之 较量者 昨日 由美国大力士 OPEAN 与霍军 定立生死书 巡力 报名补防 被阴阳 一千元 以为财物 准之日下午两点钟 在音乐厂 歌舞台上 各以死力相拼 届时必有一场狠斗 是成我中国从来未有之创决 关于这个约战呢 有不一样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 OPEAN 1909年春 在上海 阿波罗影戏院 表演健美 每次上台表演 都大肆狡笑一番 上海无人迎战 原本他就是一乘一时之快 但他也没想到 最后这个 引来了对手 一听说 火炎甲又来 害怕了 我这个有事先走 咱明年春天吧 到了转年春天四月份 火炎甲又来了 到这就找他 这OPEAN 这个 你听说 怎么又来了呢 是不是 狭路相逢 聊了呗 挺害怕 反正就是种种借口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到最后 双朋友立下生死状 这之后 什么陈其美啊 农进孙的发起了募捐 巨款 租的这个上海 静安寺的张员 打这个比武这台 比武当前人都满了 水泄不通呢 哎 但是奥皮音的没露面 跑了 所以最后这场比赛 就是这个 从较量变成了国内高手的一个展示 当时现场观众上千人 火炎甲 计压群雄 一惊四座 这些一种说法 还是一种说法呢 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 其他报纸说 说这个 火炎甲 与外国大力 是生死对决 最终并没有打成 原因是中西证人 为其补防备 发照会 什么意思呢 就演出 你得办演出许可证 但他这个 这许可证 没办下来 所以这个事 没成 当时时报上 也这么写了 霍军千元之款 亿亿备齐 在台上 待置多时 因绞技不成 而观者慎重 耐请台下诸人 任便于笔身上 可随意击打三下 两久五感应者 乃眼全法 多套而散 什么意思呢 说火炎甲 看观众来挺多 没打成 你别遗憾 你们上来随便跟我打 每人打我三下 没人打 最后呢 人家火炎甲 自己打了几套拳法 让观众呢 薄一薄耳福 这个从这之后呢 火炎甲呢 在时报上 以中国大力士的名义 连登了三天的广告 从这广告上 咱看得出来 他这会儿 他又有这个 办学的意愿 当时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全国蔓延呢 所以说呢 很多喜欢武术 爱家的这个 忠勇之士 一拍即合 就成立了这个中国精武体操会 农浸孙任会长 火炎甲武术教练 他有这个强种强国的愿望 火炎甲说 遇使国强 非人人尚无不可 打破了密宗权 不外传的家规 博彩重家之长 公开的传授国人 当然了 到最后呢 这个火炎甲的这个故事呢 他不像影视剧里面那么传奇 你包括他最后去世啊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 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边 说这个 很多人日本人 以这个酒宴 邀请火炎甲去了 酒宴前呢 看到火炎甲咳嗽 就推荐了日本的医生 叫邱野 给火炎甲看病 还开了药给他吃 结果吃完药之后 病情驾重 接回来才知道 吃的药是慢性的毒药 那日本医生 也不是逃哪去了 所以火炎甲 病逝于精武体育会 那么最后说 这到底是不是这么死了呢 现在因为没有一个 正确准确的定论 历史上真实的火炎甲 怎么样 我们现在只能在 报纸文章中 拼走他的故事 但是火炎甲这个人物 身上这种正直刚毅 在当年那样的乱世 没有畏惧 用武术实现博国 从这一点来说 他就是一个英雄 嗯 听门 静你 是 ク正 forecast 富门